哇 總統好 你是不是很親 你又不來 特別 特別你今天特別 賴總統親自正在官體門口 等候前總統蔡英文 兩人520後 首度見面 對國政交換意見 總統 謝謝 謝謝你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我想你接得滿好的 接得滿好的 除了這個房子以外 我們說整個國家 還有特別是外交 國防 還有國際合作公務 都有很好 就職業好幾個月 有沒有提點一點 我覺得這個全社會的 這個任性這件事情 確實把它提高到一個 比較高的層次來 是比較 因為這個整合的 還有國家資源的 整體的運用 那確實是 是要一個比較高位階的 這個整個的機制 兩人互動熱絡 這是前總統蔡英文 520現任後 首度到總統的館底做客 賴清德 感謝蔡英文執政8年 墊下深厚基礎 讓他能延續路線 更預祝蔡英文 出訪歐洲 順利成功 因為蔡英文 將在這個月12號 出訪歐洲 形成為期8天 這是我國卸任元首中 首位訪問歐洲的 預料將獲高規格禮遇 我們非常期待他的出訪 可以為台灣的外交 來進行更多元 更多軌的一個延伸 以及彰顯台灣 壯大台灣的力量 除了已經曝光的捷克 傳出還有另外 兩個歐洲國家 其中一個近年來 多次在公開場合 力挺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另一個則在蔡英文8年任期中 害台灣有更緊密的關係 近年來還通過許多的挺台法案 事實上蔡英文卸任後 來自歐美日本等各國 智庫腰訪不斷 不過這趟除了捷克 在蔡英文落定前 我歸外交國安系統保密到家 要避免中國因素 介入茶墻走火 防止出訪形成生變 包括跟美國跟日本 甚至跟歐洲的關係 都大幅的拉近 前往捷克 來作為歐洲破兵的第一站 我認為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蔡英文8年任期內從未訪歐 如今卸任後首度出訪 台歐關係欲取緊密 更是他8年 截出外交成績的最好證明 民視新聞 林鄭文宇順 台磨島 更多精彩新聞 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